生来不喜欢别人提及养父母三字,长大后甚至不愿承认女儿身份,却是一个美国式英雄,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,他就是乔布斯。 1955年,乔布斯出生在美国旧金山,由于母亲乔安妮·辛普森和钱德里的爱情遭到家里反对,所以未婚先育的他,迫于舆论压力,将乔布斯送于保罗·乔布斯和克拉拉。 钱德里则在多家餐厅工作过,有一家还是乔布斯经常光顾的,不过乔布斯始终没有和生父相认,另外由于养父母对乔布斯非常坦率,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,在他的生活中永远有被遗弃这样一个主题,这形成了乔布斯独特的性格。 不过乔布斯不是个好带的小孩,他经常闯祸,比如喝了一罐沙虫水,或把一根针头插进插座,一度是医院急救室里的常客。 等到乔布斯长大后,老乔布斯夫妇为了守信与乔安娜的约定,选择搬到美国硅谷附近生活,由于邻居都是计算机公司的职员。 所以在这些人的影响下,乔布斯从小就很迷恋电子学,为他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他大学时,只念了一学期就因为经济因素而休学,成为电视游戏机公司的一名职员。 没过多久,年轻又不安分的他,又对佛学产生了兴趣,于是辞去工作,只身前往印度学习佛法,一待就只七个月。 这次结果可想而知,吃尽苦头的他,重返公司,成为一名工程师。 不过自此,乔布斯的一生都在追随并遵循着许多东方宗教的基本戒律,吃素、打坐、冥想。 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与其未曾谋面的父亲一样,乔布斯也在23岁时抛弃了第一个孩子,Lisa。 他还在法庭上坚称自己无法生育。 乔布斯如是说,我不希望做父亲,所以我就不做。 女友克利斯布伦南破一生计,只能领取救济养活女儿,直至乔布斯承认女儿身份,并支付他在哈佛大学的学费。 乔布斯在找到工作安定下来之后,就继续着年少时的兴趣,与好友沃兹尼亚克一起琢磨电脑。 可是当时市面上卖的都是商用电脑,且体积庞大,价格昂贵,于是他们准备自己开发。 可制造个人电脑需要微处理器,当时8080芯片零售价要270美元,甚至还不出售给未注册公司的人。 不甘放弃的两人继续寻找,终于在1976年度,计算机展销会上买到6502芯片。 功能与8080相差无几,但价格只要20美元。 带着6502芯片,两个狂喜的年轻人回到乔布斯的车库,开始了自己伟大的创新。 仅仅几个星期,两人就装好电脑。 精明的乔布斯立刻估算道,这个自制电脑的市场价值比商用电脑高了许多。 为筹集批量生产的资金,他卖掉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,沃兹则卖掉他的惠普65型计算器。 就这样,他们有了奠定伟业的1300美元。 1976年愚人节那天,两人和龙维恩做了一件影响后世的事情,三人签署了一份合同并成立苹果公司。 不过公司成立初期,生意极其惨淡,毕竟计算机是一个全新的东西。 除了对电子感兴趣的人,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。 1976年7月,苹果公司迎来转机,零售商保罗特雷尔来到乔布斯的车库。 当看完乔布斯演示完电脑后,立刻决定订购50台整机,但要求一个月内敲货。 时间紧,任务重,乔布斯与沃茨未完成第一笔大生意,冒着酷暑,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。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挥汗如雨中度过,每周工作66小时,终于在第二十九天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。 有了良好的开始后,公司名声大振,开始了小批量生产。 两人却很快就意识到,小资本根本不足以应付急速的发展,为此他们分头去找资金支持。 但遗憾的是,即使是一些大型公司,也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商机和市场。 直到1976年10月,马尔库拉帮他们制定了一份商业计划,给他们贷款69万美元。 1977年,美国计算机展览会开幕,为了在展览会上打出名声, 乔布斯四处奔走,花费巨资,终于弄到了最大最好的碳位。 不出所料,他的计算机在展规一鸣惊人,大量订单随之而来。 1980年,苹果公司股票公开上市,在不到一个小时内,460万股全被抢购一空。 那一年,乔布斯25岁,身家达到了2.56亿美元。 不过成功的同时,总是伴随着问题的。 由于乔布斯经营理念,与当时大多数管理人员不同, 加上IBM公司推出个人电脑抢占大片市场, 总经理和董事们便把这一失败归罪于董事长乔布斯, 于1985年4月撤销了他的经营大圈。 乔布斯几次想夺回权力,均未成功, 便在1985年9月离开苹果公司。 从苹果辞职后,乔布斯于1986年花1000万美元收购某电脑动画效果工作室, 并成立独立公司。 公司在2006年被迪士尼收购, 乔布斯也因此称为迪士尼最大个人股东。 1991年,乔布斯和劳伦娜举行佛教婚礼, 此后两人育有三个子女。 1996年,苹果公司经营陷入困局, 市场份额有鼎盛的16%,跌到4%。 乔布斯新成立的公司却早已被人熟知, 个人身价更是达到10亿美元。 最后,乔布斯在苹果危难之中重新回去, 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, 停止不合理地研发和生产, 改组董事会,并与微软公司握手言欢, 接着他开始研发新产品和操作系统Mac。 当时乔布斯刚上任时, 公司的亏损高达10亿美元, 一年后,奇迹般的盈利3.09亿美元。 2000年,乔布斯又提出将PC设计成数字中枢的先进理念。 2011年,乔布斯向董事会提交辞职申请, 在辞职信中表示, 自己无法继续担任行政总裁, 苹果公司股票暂停盘后交易。 尽管乔布斯在信中没有指明辞职原因, 但他一直都在与一线神经内分泌肿瘤作斗争。 2011年,乔布斯离世, 当时他的个人身价达到10亿美元, 其人生经历也成为了10亿美元。